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大纪元和新唐人 在这里举行 今年《九评》发表20周年的活动 谢谢沐阳的主持 今年是《九评》发表的20周年 它的背景其实是1999年 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 我们知道其实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 这个法轮功学员一开始 一直是抱着善意去跟政府沟通的 他们是希望能够把政府不了解的 那个真相给政府讲出来 但是最后发现 其实中共并不是不了解你 中共是因为非常了解你 这才是他要镇压你的原因 因为中共的本质在《九评》中讲 它是基于假恶斗仇恨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基础 当然和法轮功所讲的真善忍 就是截然相反的 所以法轮功的广传 其实会从意识形态上 会从根本上去解体中共统治的基础 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镇压才开始 那么法轮功学员在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 在2004年的时候就发现 镇压法轮功绝不仅仅是江泽民 一个个人的决定 现在江泽民已经死了 但是镇压还在继续 所以说江泽民只是一个 按下那个电钮的人 共产党整个体制 它是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已经锻炼成熟了 江泽民按了一个电钮 这个事就开始一直 一直自动的在往下发展 所以说要想结束 对法轮功的迫害 那么当然就要结束 中共这样的一个体制 那么实际上 就是说中共这样的一个镇压机器 当它一旦开始锻炼成熟的时候 它所迫害的对象 就绝不仅仅是法轮功的学员 就像刚才胡彬先生提到过 这个活摘器官一样 最开始这个活摘器官 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因为当时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 被关押在劳教所 然后被抽血 被化验 然后他们又 当时是属于在中国 最没有人权的一批人 甚至说当时江泽民还有密令 说对这些人的话 打死算刺杀 而且不查神源 直接火化 那既然这些人死了也白死的话 那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器官 卖了牟利呢 这是最开始 针对法轮功学员 活摘器官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么当然这个机器 一旦活摘器官成熟了之后的话 刚才胡彬先生提到了 你就需要一个全国的数据库 跟各个医院联网 谁需要什么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器官配型 那就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 有组织 而且是有这种技术支持的 这么一个机器 当这个机器一旦锻炼成熟的时候 被活摘器官 就绝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了 现在很多人都 讲一句话叫做嘎腰子 对吧 就是这个人莫名其妙可能就没了 然后呢 肾就被割了卖走 那就不是法轮功学员 不光是法轮功学员 还有藏人 维吾尔人 还有这个地下教会的人 可能还有一些 一些其他别的 这个政治异议人士 什么律师等等 或者是维权人士等等 他们都可能会成为 这个机器迫害的对象 所以呢 实际上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就得要从最根本上解体中共 那么下面就出现一个问题 怎么解体中共 我们和共产党之间 掌握的暴力是完全不对称的 如果你真的是搞暴力革命的话 就是以自己最弱的那个弱项 去攻击共产党的最强的强项 所以呢 其实解体共产党 很多人讲革命革命 其实我觉得天鹅绒革命 也是革命 非暴力抗争 人心的革命 其实也是革命 所以我觉得呢 非暴力的方式解体中共 这是一个 让中国转型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代价最小 对这个社会的震动也最小 当然这个非暴力运动呢 就听起来很不解恨 非常的不过瘾 但是呢 这确实是 这个需要考虑 考验这个人的耐心 和人的任性 也是并不太容易坚持的事情 怎么办呢 这个毛泽东讲过一句话 虽然这是毛泽东讲的话 但是这个话 确实是还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说呢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 总是要先造成舆论 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因为人的这个行动呢 毕竟是由人的思想所支配的 没有思想是没有行动的 当然有了思想 也不见得就有行动 很多人知道共产党不好 但是呢 也不见得真的能有行动 也就是说呢 知是第一位的 但是呢 知行合一 就是把你知道的 和你的行动结合起来 做到知行合一 这个呢 也是很难的 好在呢 这个酒瓶和 这个三退这个运动兴起之后呢 他就有了一个好处 因为这种三退运动也好 或者是非暴力不合作也好啊 他的这个行动的 这个执行力啊 对人的要求是最低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只要每个人全部躺平 不给中共干活 中共就完了 是吧 所以就是说 你并不需要真的是流血牺牲 你只要全部躺平就可以 当然这个 我们只是打这么一个比方 就是说他对人的这种 执行力呢 要求是最低的 所以呢 就是说后来我也在思考 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啊 这个兴起的这个三退 这种和平的 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 在九评大概发表五周年 那个前后吧 我认识了一个 在华府的一个专家 那他是一个专门研究 非暴力抗争的 就是一个作家 他呢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啊 这本书呢 是这个一个美国人 叫做GN夏普 GN Sharp 他呢写了一篇文 这一本书叫做 《从独裁到民主》啊 就是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这个文章 这个书现在只有五十八页 就是大概花一个小时 也读完了啊 这个书呢 现在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 而且是全部在网上 免费的传播的 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GN夏普的这本书啊 是从中国明朝开国皇帝 朱元璋的军事 刘伯温的 这个一篇文章讲起的 我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知道刘伯温的啊 他讲这个楚国呢 有一个人 他是养猕猴为生的啊 让这个猕猴呢 到山上去给他采摘果实 然后呢 把十分之一交出来啊 十分之九 这个猕猴自己吃 把其中的十分之一交出来啊 所以这个人的名字 就叫做鞠躬啊 所谓鞠的话 就是养猴子的意思 那么如果哪个猴子不交呢 这个鞠躬就用鞭子抽打他们 那猴子们就很害怕啊 就就只好默默的这个服从 后来有一天呢 突然之间有一个小猴子 就问其他别的同伴啊 他说山上 他说这个山上的这些果实 难道是鞠躬的吗 那其他别的猴子说 不对啊 说山上的果实是自然生长的 跟鞠躬没有关系 猴子说 那这个除了鞠躬的话 那别人不能去摘吗 猴子说 那谁都能摘啊 对吧 我们不是去摘了吗 小猴子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摘了果实 还要给鞠躬呢 我们自己摘完之后 自己吃不就完了吗 其他别的猴子一拍大腿 对啊 是吧 那其他别的猴子就跟小猴子 当天晚上就拆了这个 关押他们的这个栅栏啊 然后呢 带走了所有他们以前 这个交给鞠躬的这个果实 然后呢 就逃到山里 然后呢 这个鞠躬就饿死了 这里边呢 其实是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啊 这个刘伯温呢 在这个这篇文章的背后呢 评论说 说世上那种凭借权术奴役人民 却没有法度的人 不就像是这个养猴子的鞠躬吗 只是因为人民昏昧尚未觉醒 才能够让他得逞 一旦有人开启民智 那他的权术也就穷尽了 这个文章啊 读起来不仅非常的生动啊 而且发人身形 这里边我想特别提出一点 我们要知道 任何的统治都是有成本的 中共呢 现在叫做维稳的拨款 吉恩夏普当时讲了一个观点啊 他说如果一个独裁者 下面全都是服从的臣民 他的统治成本就是最低的 我们可以看看北韩 穷成那样 为什么金正恩还能够统治 因为底下的人 他们都无条件的跟着他 当年文革的时候 中国也很穷 但是呢 毛泽东一句话 大家都无条件的跟从 对他来说的话 他的统治成本就是最低的 那么如果一旦 人开始不服从的时候 他的统治成本就会迅速的上升 直到达到难以为息的程度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人民是多数 独裁者和他的利益集团只是少数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让他们疲于奔命 等到他们无法维持他们统治成本的时候 他的统治自然也就维持不下去了 所以呢 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个很多年的抗争中啊 法轮功学员的这种非暴力运动 其实已经大大的增加了中共的成本 最多的时候 中共镇压法轮功这样的一种非暴力的抗争 所花的钱大概占到他一年GDP的25% 所以如果更多的人起来这样抗争的话 其实中共的统治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维系 其实我们回顾过去法轮功学院的抗争 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我称之为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 就去中心化 这个也就是分散的抗争是 最成本最低的 而且让中共最疲于奔命的一种做法 日拱一族 不求一蹴而就 就是每个人每天做一点 最大程度的增加他们的统治成本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可以给大家举些例子 就是法轮功学员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去做这种非暴力的抗争 一个就是 法轮功学员经常在 这个什么火车站 什么电线杆 什么一些布告栏 立交桥 那个地方贴一些布干交 就讲这个中共是邪教 揭露中共的本质 很多人你别看他看完之后的话 当时他可能没什么反应 但这个东西已经深入到他的心里了 等有一天他突然之间觉醒的时候 他一下子会想起他当年曾经看过这样的话 所以呢 这就是一种几乎没有什么成本 也没有什么危险的启蒙 你打一张布干交 没人注意的 把我那一贴你就走了 是吧 而中共如果他想要是避免这种活动的话 他几乎是不可能做到 就像四通桥 大家可能记得 当时彭寨州这个做了那个事之后 后来不是中共有看桥园吗 一个彭寨州的话 可能就得有几百个看桥园去看那些桥 对他来说的话 这种成本的话 是跟我们抗争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然后呢 就是每一次抗争呢 就是说如果民间以后发生大的抗争运动的话 不要太久 不要聚集太久 一定要小规模的聚集 如果一大堆人所有的抗争者全部集中在天安门广场 中共军队以为坦克开过来 就全部镇压 但是如果你能够封散到一万个地方的话 中共总不能派一万个坦克到每一个小区去镇压 所以呢 分散化的抗争 去中心化的抗争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同时呢 这种抗争其实也是一个去除民众心中的恐惧的过程 当你这样的中共是邪教 这样的这个sticker 这个标语贴的到处都是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就慢慢的放弃了中共的恐惧 发现你也不能把我咋地嘛 对吧 发现这个你也没有你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么强大 再一个的话 就经常跟周围的人聊一聊 就是策反基层的政工干部 让他们对抗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告诉他们未来的政府会考虑他们这个时候的所作为 然后呢 法轮功学员还做过一件事情 就是把作恶的警察那些具体实施暴行的人 他们的姓名 他们的这个电话他们家庭的情况公布到海外 然后让海外的人给他们家里边人打电话 虽然这并不能够说真正对他们造成任何肉体上的伤害 我们也不主张肉体上的伤害 但是呢对他们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至少他们知道一点 他们干的坏事别人是知道的 而且将来是有后果的 这个本身就会让他们不太在干这个干坏事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法轮功学员一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传播信息 推墙啊 让国内人能够听到这种抗争的声音 这也是一个摆脱恐惧的过程 这些这个事情啊 法轮功学员都在做啊 那么随着这个九平和三退的这种传播呢 国内的人啊 慢慢我想也会跟上来 那么虽然可能我们不会看到一夜之间中国就发生变化 但是滴水穿石啊 这个我们只要慢慢的积累这种力量 最后呢总有一天 这个我们会胜利 其实我们可以失败一百次 但是中共一次都失败不起 他只要失败一次 他就彻底完蛋了 那么这样的事情呢 虽然可能是这个我刚才讲到成本比较低 那么真正能够让我们在看不到 立刻的这种效果的情况下还能够支持 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信仰的力量 实际上九平共产党在第一章的时候 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那就是共产党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政治组织 它是一个邪教 它的背后呢是有魔鬼在控制它 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们这样讲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 这个一序言一上来就讲 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风回荡 所以我们不用客气 共产党自己都说了自己是幽灵 咱们也不用客气 这就是一个邪教 那么真正能够战胜邪教的 还不仅仅是我们内心的这种力量 真正能够战胜魔鬼的其实是神 也就是说我们在心里面保持着对神的信仰 这样的话 它是我们这种能够支撑下去的最大的精神支柱 我们这样一直做下去 最后呢就能够完成中国这样的一个转型的工作 所以呢其实我想用八个字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演讲 那就是知行合一 属灵征战 知行合一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共产党的邪恶 然后呢我们要做 但是我们这个做呢可能是成本比较低 风险也比较小 属灵征战的话就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机器 也不是一个政党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邪教 我们是需要神的加持 需要神的帮助的 这一次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大选期间 这个基督教福音教派他们不是也一直在讲 就是他们要不断的为川普祷告啊 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取得这个选举的胜利啊 回到人的这个传统价值上来 那么其实在中国的话 其实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不管您信的是什么神啊 向你的神祷告啊 向你的神祈祷啊 然后呢这个请神来帮助我们去结束中共这样的一个邪教证券 我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